台九线淑花公路159.3公里处大清水路段 11号晚间因为土石崩塌造成双向无法通袭 阻断了花莲唯一的北上车道 而公路总局连夜抢修 14号已经完成两端大巨石的抢进作业 现场已经可以看到隧道口的断面露出了一大半 进度非常顺利 预计15号下午5点钟就可以如期完成抢通 继续出动持续清理现场 塑花公路摊坊来到第三天 隧道口仍被土石堵住 两侧机具挺进 要把大块土石击碎 抢在进度超过50% 从空白角度俯瞰工程怪手 在明隧道正上方作业 大量土石夹杂着缓冲轮胎 被怪手给清理下来 还是在继续清理明隧道上方 一个蓄积石块的一个清理 去在做那个我们那个平台的一个 那个摊土方的一个降挖的一个作业 那同时啊我们今天早上 有蜘蛛人啊已经上去上面坡 在进行布审作业 大清水隧道11号深夜摊坊 双向交通中断 连日抢灾 蜘蛛人出动进行边坡 以及高空作业 但13号下午下雨 担心影响安全一度暂停作业 深夜时崩 现场持续清运土石 不影响工程进度 14号抢通作业持续进行 交通尚未恢复 航港局也调派船只 前往协助接驳旅客 那今天14号我们上午从花莲 往苏澳的这个海运的这个协助呢 我们仍然是安排三部的这个船舶 来提供协助 分别是台北快轮 凯旋8号以及台马轮 那总共数据的人数是215人 84部车辆 下午进行边坡碰浆作业 苏花公路抢修持续进行 相关单位日夜赶工 希望能够在15号傍晚前抢通 要让苏花公路如期通车 记者众报道